是的,黃毓民議員 問題就是,剛才已經爭論了很多,我不再重複 那30條是不是你現在立即裁 我想強調兩件事,你自己的參考,以後還有機會 第一,如果你說對37A的裁決,在會議上作出 那大家聽到了,沒有異議,因為我們有異議也沒有用 你就算投票我也輸 好了,你徵詢了委員的意見,我要這樣處理這個37A 那接著,出現了現在這個結果呢,那OK啦,沒得爭 法律顧問那個人用四個法庭的裁決呢? 那都是,在這裏是會得到信納的,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不是嘛 你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喂,這件事你一定要回應,下鋪你又比較這樣做,又質疑你了 你不要說一句,你司法庫是我了,不是這個意思 法庭的裁決是很清楚,它是基於法院不干預立法機關的原則 我現在告訴你,當日法律顧問,坐在法庭上高等法院 我在這裏做陳詞的時候,它是很清楚 我的申請,它又看完的 當時爭論一個要點最重要的就是,喂,加油加規 是不是? 那現在就是爭論這件事嘛,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法院就,喂,你加油加規 因為上次曾鈴成那個呢,就是有這樣的觀點,就是不干預原則 於是我們就拿了權利及特權條例出來 我不知道主席你有沒有看過我的申請 是不是? 你一定要看和法庭的裁決,而不是你真的聽秘書處說,然後 喂,你當他建議你,然後你就入了他的數 是不是? 不關你事 你是聽法律顧問,聽秘書處 那麼法律顧問,他是看完整個裁決,甚至是我的申請 他都看完的 那麼那個變成了一個政治爭拗來的嘛 那麼這個議會就是一個政治的場所來的嘛 阿哥,是不是? 你就要用政治智慧來解決這些問題嘛 你不可以說好像有些議員 在推波助瀾,拆你鞋子 慫恿你 接著你就覺得 你處理得對,好像王國興之流 是害你的,大哥 因為你坐在那個位置,不是他坐在那個位置 是嗎? 我會說王毓民,我會說 是嗎? 是嗎? 你現在可以處理我的三十幾條 是嗎? 是嗎? 現在我即場再交,你也要處理的 是嗎?理論上例 王毓民,請你聽我說完 我決定是說,你今天11點應該整合給我 但是我第一次這樣做 所以我這次特別容許大家 我已經批了給你那三十個 我現在可以接受你 如果你是,請你儘快交給秘書處 因為他還要看你那些合不合規程 如果合規程 但是如果我們表決某個議員 過了你都未來 我們就要表決了 那你給我都沒用了 我就是很簡單 第二,我已經做了財決 所以我不會再跟你說任何關係 我們已經開始了 我已經進入了兩分鐘 所以現在我們不會再說這件事 下一位就是梁國雄議員